现在我们开始介绍C语言程序,也就是C语言程序的包含拿屎内容。我们看下面这个C语言程序。首先,第一部分以斜杠信号,信号斜杠这样包围的这些文字,称为程序的注射。注射是以程序的书名解释,它不是程序代码。 然后以证号开头的这样一条语句叫做预处理指定,证号includer是一个叫做包含的这样预处理指定。前面讲的,当预处理句遇到这一条指定的时候,会把后面的两个箭头之间的这个stdrodh的这个文件的内容用来替换掉这个语句。 除了这个注射和预处理指定,还有什么?主要的就是语句,是吧?比如我们这main函数里有两条语句,这个语句呢都是以封号结尾的,所以以封号结尾的才是C语言的语句。 而这个呢是预处理指定,不是C语言的语句。它通过预处理去处理之后呢,最后就变成了C语言语句。 函数呢是,比如这里main函数,函数就是这一组语句起来一个名字,所以函数就是一个命名的程序块。是吧?多个语句构成,那一组语句也称为程序块。程序块是由左右或后围包围起来的,这样的叫做程序块。 就函数main是这个程序块的名字。比如我们下面这个程序,这里是一个注射,是吧?斜杠信号,信号,斜杠,这里也是一个注射。需要说明的时候,这个斜杠信号,信号,斜杠之间不能再有斜杠信号,或者信号,斜杠,就是它之间不能是千套的,就这种注射。 然后这个包含了这个st.odh,然后这里输出了这三个字符处,是吧?输出这个字符处,斜杠,m表示回车换航,表示换航,是吧? 结果在屏幕上会输出这样一个形状,也就是什么?输出一个飞行器的形状,我们可以这些人看一下。好,现在我们把刚才一组代码复制过了,主要复制代码的时候,这里可能是会复制成这个中文的封号。 就是可能是中文的话,你要把它改成英文的,这里我已经改完了。然后我们在这里按Ctrl-Shift-BG,这里说明出现了中文,就这里一定要把它改成英文,英文Ctrl-Shift-BG。 好,然后就变好了,当你这里也是警告,说返回类型,无论应该是int,如果你想把这个警告去掉,不去掉也无所谓,加上一个int,然后呢,它这里, 我们先加上这个,不加反位,就这样执行一下。好,就是int,没了内容是int,所以在这里加上int,就没有错误了。然后我们再按Ctrl-Shift-B,选择下面run,就输出了这样一个形状。好,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。这个例子,把刚才的这三个语句呢,放在这个画括号里,然后呢,又给它起了个名字叫F。 后面也要有缘括号,这样呢,实际上也是定义了一个叫F的这样一个函数。就在这里我们又定义了函数,除了main函数之外,又定义了一个。 然后我们说C语言的程序总是执行的是main函数,在main函数有一个F画括号,这样呢,就是调用的刚才这个函数。这里是函数的定义,这里呢,是属于调用。就是当main函数执行这个的时候,会跳到这个F函数内去执行的相应的语句。好,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代码。 也就是现在什么呢,我们把这三个语句,放到另外一个叫F这个函数里面去。 那么这样我们就定义了一个名字叫F的函数,也就是这个F呢,就是这个程序块的名字。然后呢,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名字F去调用这个函数。 因为这个函数不需要传函数,所以这个画括号里也没有传数据。我们程序执行的是main函数,main函数执行的这一句。 好,下面我们把它CtrlS,保存Ctrl-S,B,B,B。它这里硬领警告,说无论也是int,是吧。如果 这里我们就不管了。好,就 自行的数据论断是这样的,是吧,如果你想让它没有错误,把它改成void,表示void我们就会讲的表示不返回任何数据 这里就没有并译警告了,是吧,结果是一样的,好,这就是 在main函数里调用了f函数,程序自行的总是main函数,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预处的指定叫做条件 并译指定就是if,减号if这个条件和减号endif这两个各种一个条件,然后中间也可以穿上,这是其他的 条件并译主要是减号if开的end就结束,与endif结束,我们看最简单的,减号if后面是0,然后后面是endif 这个是什么呢,就是if如果的意思,这个呢是结束,这个是开了这个结束,就如果这个是0,那么预处理器呢,在处理它的时候就把这一顿直接就 获取掉了,就删除掉了,这里就不会作为程序,如果它是1,那么也就是说 0相当于假,1是真,那么就会把这些呢作为程序的代码,就是如果是0就不是程序,如果是1就不是程序代码 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个程序的,我们刚才这个程序的,刚才在这里,我们 比如这个程序,我们可以前面加一个 if 0 endif 这样呢,表示就把这个程序呢,其实 你处理器遇到这个if 0的说明,它就知道这里不是程序代码,那么就获取掉了 然后呢,我们在这里有一个if 0,endif,把这个0改成1 也就是这个时候,这是程序代码,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程序这一部分,我们看一下 好,这个你要没有处备把它加个enter 好,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程序呢,它是什么,没有任何语区,所以执行这,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便的 方便的把一动电码做出掉,是吧,把它变成0,也就是不执行的,把它变成1,也就是执行上面的 执行上面的 是吧,这样又恢复刚才上面的 比如我们再把它变成0,那么这里呢,就什么也不执行,这里就没有任何东西了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,是吧,它就把警告了,没有东西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两动电码,假如是一个程序,两部分,我们这里加个这样,ELSE 现在我们这个EV,是在这里开头,N是结尾,就是这一顿是EVN的一个完整,然后中间加上 呃,减何ELSE,ELSE就否则的 意思,就是说,如果这是0,那么这里就不执行了,是吧,或者如果它是1 如果它是1,那么就用这一顿电码,ELSE 就是,否则就用这一顿电码,是吧,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在两种电码去换,就是说现在把它变成1,我们就执行上面的电码,如果把它变成0 那么这一条也不满足,这里就不是 呃,程序电码,也就ELSE就成这个,就是ELSE,是吧,就是EVN之间可以插ELSE 当年还有,呃,ELSE就,呃,否,这个是什么,EV是如果,这个ELSE,否则,这个呢是否则如果,等等,这个大家可以去看,我这里就不介绍了 就我们要说明一下,这个字符处理,可能会包含了它什么的字符,叫做换,转移字符 前面我们学了,就是斜杠N,它不是表示两个字符,而是表示一个字符,叫做转移字符,这个表示的转移字符叫换行符 就是print,遇到这两个字符,是把它当成一个字符,换行符对待的,还有斜杠T,它是表示字符,字符符,水平字符符,斜杠位是垂着字符符 然后斜杠单引号,它用来表示单个,这个单引号这个字符,两个斜杠,表示一个斜杠字符本身,就是斜杠字符本身怎么表示呢,有两个斜杠,同样斜杠问号表示什么呢,表示问号这一个字符 斜杠N表示一个响零的字符,我们当程序的printf里面有斜杠N,它就会响零,好,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代码 在这里,我把这个原来的群,还是换成这个N的一符,编号N的一符,就还是分成两个单独的部分,把它都注销了,现在我们看这个在这里一顿,我把它变成一符一,这里这些呢,我们看一下 第一句是helloo的,中间没有,这个helloo没有空格,然后这里加上一个换航,那么在这里输出hello,然后换航再输出这个,这个斜杠T呢,printf里面会遇到它,会这些呢,空几格,我们先运行一下吧,Ctrl-S,Ctrl-Shift-B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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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这个斜杠H不是转移字符,它实际上比当中两个字符,这里还觉得有一定问题,这里我们不管,然后运行呢,我们对照这个程序电码,第一个helloo没有空格,第二个hello,然后换航,然后输出word再换航,然后在这里第三个就是空几个hello这样空几个,第四个垂直字符,它产生这样一个动作,输出了这个符号, 然而斜杠双引号,它输出的是双引号,就是我们这个字符是用双引号包围的,但这个双引号包围如果在一个字符没有斜杠,那就出问题了,是吧,所以我们在这个双引号包围的字符要表示双引号这个字符,就要斜杠双引号,同样这里是单引号,是吧,这里是两个斜杠,实际上表示斜杠一个字符,然后这个斜杠问号表示问号一个字符, 然后斜杠h,这不是转移字符,实际上它有两个,一个斜杠h,是吧,斜杠它在这里就没有输出,输出了h,是吧,我们把它这个,让它输出的斜杠,再重新保存运行, 好,就是我们看之前这个的时候,遇到这个字符的时候,你会听到那个,一个响铃,就是说,电脑然后会发出一个响铃的声音, 好,这些转移字符呢,是我们今儿可能会用到的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